第四百九十章 菜书真灰 永平七年 正是五月天起 阳光明媚 天气已经有些燥热 只容得人穿一件单衣 二斤的院子里 菊花正和葡萄等人分仓谱和爱业 明日就是端午了 板铃他们去哪了 咋这半天了没声音了 菊花将笔直碧绿的仓谱挑出两根 放在已经分好的爱业上 爱业也是两根一份 院子里摆了上百份 流水用稻草将每份捆紧 换一个将卖黄的小子进来抱进去 送到各个屋门口摆上 葡萄笑道 除了后园子 他们还能去哪儿 要是出门的话 从这经过 咱们也能看见 菊花点头 捧起一束爱意闻了闻 对刘婶道 嗯 等晒干了 泡些洗澡 这些天 我觉得身上有些痒 刘婶笑着硬倒 又催促菊花 少奶奶去歇着吧 这也分得差不多了 不如去屋里瞧瞧樱桃包粽子 善芋小哥也该醒了 正说着 从正屋里传出一声软软的铜音 娘 紧接着 小喜牵着一个走路还不稳的小娃从屋里出来 菊花迎上去 抱了她 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问道 山芋咋不多睡会儿 山芋小胳膊搂着娘的脖子憨笑道 哥哥 姐姐 菊花抱她进屋 一边道 哥哥他们就要回来了 说不定带好吃的给山芋吃嘞 山芋是永平六年 七月初三出生的 如今差两个月就一周岁了 都说外甥像旧 又说侄儿像姑姑 所以郑家和张家的娃儿在长相上有些相似 那也不奇怪了 这个山芋虎头虎脑的模样就很像器木 跟葫芦小时候也是有些像的 但是也仅仅是像而已 其实这娃儿很倒霉 人都说龙身九子 九子不同 百姓家的娃儿也是一样 山芋的眼睛长得像爹 也是狭长的 更准确一点说是细长的 未免显得有些小 鼻子长得像舅舅 却没有舅舅的鼻梁高 有点塌 因此两点 这娃儿就不太好看了 笑起来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缝 配上他鼻子 有点傻愣愣的 菊花郁闷地瞅着儿子 明明乍一看上去像轻木更多一些 也像怀子 细细一瞧 却根本没有舅舅和爹的特色 他可心疼了 一时间母性泛滥 才不承认儿子长得丑了 便对大伙道 瞧他笑起来多憨厚 想舅舅一个样 长得又敦实 就叫山芋吧 怀子盲答应了 说这个名好 有爹和爷爷的风格 山芋因为憨厚的丑模样 得了娘亲和爹更多的关爱 甚至超过二姐红娇 这也是晒翁师马 胭脂飞幅了 他的哥哥姐姐们这会儿正在后园子里造反了 七八个娃聚集在后园 其中四五个小娃 有男娃 有女娃 散布在两棵柳树底下 以及院墙边的竹林附近 用小锤头把树下的泥土都翻了过来 掏了不少装在小消息里 虽然知了这时候还不多见 但他们显然极有经验 并不会白忙一场 因为去年这地方知了最多 尤其是那柳树底下 所以特地在这里挖 另有两个大顶的男娃 站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 仰头望向树惯 这树不是当年初见象源时新灾的小苗 而是从别的地方 将半大的橡树移栽过来的 因此比其他橡树更为高大 透过浓密的枝叶 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娃 正跟着壁虎似的紧紧贴在树干上 伸出胳膊摸向头顶的三叉树压处 那儿有个鸟窝 但摸到鸟窝里有不少鸟蛋 男娃顿时咧嘴笑了 露出俩祸门牙 让人见了忍俊不尽 这玩儿肤色微黑 小身子皆是金干 黑眉俊也 原来是板力 他也不客气 将鸟蛋一窝端了 从腰上扯下一个小布袋 将鸟蛋装进去 小心地拴在后腰上 然后双手抱住树干 迅速地往下滑 到了下边 粗壮的树根部位 两腿一蹬一弹 磁溜一声跳下地 不但一点重鹰 清零得好像一只猫 这小玩儿呼啦一声围上来 七嘴八嘴地问道 板力表哥 掏到了 哥 有几个 走吧 待会儿老鸟回来了 一发狠会捉人 大伙触涌着板力 目光粘在他手中的布袋上 往院子西北角落走过去 那儿的草地上 用土坯搭了个四方的土灶 就是没锅 种小玩儿分作在草地上 商议烧鸟蛋烤枝料吃 我娘把这枝料用油砸了给我们吃 香得很 我们用火来炕也是一样的 炕出来的肯定焦香 脆吧 八岁的小葱已经像个小淑女了 说出来的话却一点也不淑女 一个留着马子盖头的四五岁小男娃 看眉眼就像郑家的娃儿 这是郑家老三 小名黄豆 也是永平三年五月初八出生 今年四周岁 比他大哥葫芦要秀气 比二哥黄瓜要皮实淘气 一双眼睛咕噜转 那机灵跳脱的模样叫黄豆再也没错了 黄豆说话利落得很 小大人似的翻配道 大哥去扯些柴草来 二哥洗资料 板里表哥爬树累了要歇着 竟然说是烧火 小葱姐姐待会儿跟红椒烧鸟蛋 看资料 女娃就是干这个的 他还没说完 就见三岁的红椒掐着小腰 质问道 那你自个儿干啥 红椒是菊花在永平四年六月十六生的闺女 她是大清早出生的 生下来时哭得那个响亮呀 将后山的鸟鸣声全压了下去 后来众人一致决定 这玩儿小名就叫辣椒 因为是女玩儿又叫红椒 就更听着喜人一些 红椒长得像菊花 眉眼都像 可是这也是个变异的品种 菊花的眼眸偏沉静 到了她脸上 咕噜一转 泛起一壶炼眼波光 其精灵古怪处 不雅于正家的黄豆 脾气也急糟得很 黄豆嬉笑道 我还小 板梨根本不容她说完 打断她的话道 就是小才要你干活 跑腿的事都是小玩儿干的 谁让你比我们晚出生来 有本事你早生几年不就能当老大了 九岁的葫芦则命令道 你跟锦儿叔叔一到的前边 锦儿叔叔去池塘掐一张荷叶来 你去拳头厨房 把咱们烧烤用的铁丝网子拿来 这资料要放在网子上扛 才不得活 语气不容质疑 很有老大的风采 红娇听了对她做了个鬼脸 眨眨眼睛 意思说瞧你偷来 黄豆没有拒绝 却转头对青山撒娇道 小叔 小葱不容她说完 即呵斥道 小叔是长辈 也是你能指派的 你还不跑回去拿来 再找樱桃姑姑要点盐 拿一把筷子和一只碗过去 再不去也成 回头你甭想吃 下回出来玩也不带你 七岁的黄瓜 斯斯文文的坐着 看着弟弟摇头叹气道 哎 咋这么没颜色呢 跟姑姑说的认不清形式 白长一副聪明眼 就会耍小心眼 笨死了 这些哥哥姐姐 哪个是好惹的 跟他们打马虎眼 实在是不治 黄豆连番受打击 一点也不丧气 笑着跳起来 对小葱道 小葱姐姐 你们等着好了 我很快就拿了 铁丝网子和碗来 我跑得可快了 说完 蹬蹬蹬的去了 小锦儿也笑着 去掐河野 板梨 葫芦等几个大的 已经在学里 念了几年书了 她瞅着黄豆背影 老气横秋的说道 如此可骄傲也 早这样听话 不就没事了 非挨一顿冲话 心里才舒坦 惹得葫芦小葱 意气抿嘴轻笑 红霄 则大声脆笑 只有黄豆吃扁 她就开心 青山几乎跟正常和 一个性子 有些憨 开朗又实在 她问种植儿和外甥道 嗯 就六个鸟蛋 还这样小 咋够吃嘞 不如咱们去姐姐那儿 偷几个鸡蛋来 葫芦没吱声 嘴里似有笑意 把那颗黄瓜都翻白眼 小葱郁闷地问道 小舅 你好饿吗 不过是玩 烧那许多蛋干啥 晚上吃多了 吃不下饭去 再说 就算要烧鸡蛋 直接跟我娘说一声 拿几个来就是了 为啥要偷 让外婆小的了 又要骂你 青山挠挠后脑勺笑道 嘿嘿嘿 我听我爹说 他小时候偷家里鸡蛋 快好玩的 哦 大哥和姐夫也偷过 板栗道 那是哪年月的事了 爹小时候穷 鸡蛋都要留着卖钱的 他嘴里没味 才跟大舅偷老太太鸡蛋煮了吃 小舅整天吃的肚皮滚圆 还缠鸡蛋 小葱也不跟他们啰嗦 蹲起那装了陈勇的小消极 招呼黄瓜起身 一道去菜园地中间蓄水池那清洗 原来这细水池建在菜园地中间 却不是挖的井水 而是用毛竹从山上接下来的水 这就是菊花当初的构想之一了 将家里通上天然的自来水 这地方本就水资源丰富 当大片的毛竹和树林覆盖山头后 在地上植被的保护下 山上的地下水也丰盛起来 先在山上地势高的地方挖一口水井 然后寻取粗壮的毛竹 抛开四分之一的竹片 打通其间的关节部分 用支架固定在地面 再将第二根毛竹较细的一端 套在第一根毛竹粗的根部 一根连着一根 从山上的水井将水接下来 天然的地势落差 使得这水就不停地从山上往下流淌 因为家里就是后园子地势高 怀子便让人在后园子里漆了三四尺高的蓄水池 然后照样用毛竹分了好几条通道 将水接引向厨房和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